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市长何畅元主持了座谈会 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发表一下来提供这个平台 让大家能够讲讲你个人的看法 希望未来透过我们媒体的朋友们能够让他知道我们 乔巴斯非常关心这个事情 今天这个自团会我们总的目的就是要分析在美国的生活的华人 要让大家充分注意到贝勒西议长访问台湾以后 引起的两岸的局势 紧张的局势 我们要知道很容易插枪着火 这就会给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 引起的非常的不安 我们强烈希望美国的政府要注意到这个情况 要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座谈会 分享在各界的情形 注意到台海两岸不能发生战争 我们要和平 我们要一个统一的完整的中国 参加座谈会的主要乔领由 美国华人总商会会长成员 大洛杉矶地区中国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胡卓球 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主席林干花 美国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张贤 全美浙江总商会会长林光 美国南加州中国统一联盟会长刘青 美国华社南加联盟总召集人魏林峰 美国大西北总商会会长江峰年 美国奉商总会青年联合会会长佟磊 美国罗省中华会馆顾问方杰州 美国洛杉矶台湾乡亲联益会会长陈田碧 美中文化协会基金会主席林旭 美西易经学会会长崔国健 和美国华社南加联盟秘书长金山 1971年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特别郑重的决定 中国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希望中美两国共同的美好繁荣 这是我们心心念念 祝福这两个国家的 我们自己美好的心愿 与会者主要观点一是武统牺牲太大 合统又遥遥无期 能否有第三个选项 即建议台湾的有识之士 一统 武装起义的义 二是希望运用中国的文化和智慧 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不战而屈人之兵 是最高的用兵之道 三是世界上170多个国家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 希望台湾当局和广大民众能看到 这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态度 美国的华人华侨非常关心台湾民众的命运 对于中国统一需要耐心 四是通过佩洛西事件以及回溯历史 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一中原则完全是伪君子的做派 是采取怯相长的方式逐渐在否定一中原则 对此必须保持清醒认识 全美电视台记者阿罕布拉市采访报道